觀眾朋友 您再收看報新聞的分分秒秒 隨時伊朗要對以色列展開 極為猛烈的襲擊跟反攻 為什麼 我們先問 以色列的死亡筆記本 又把誰給斬首呢 伊朗已經預告了 接下來六個小時取消部分航班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正在播出報新聞的同時 伊朗隨時會有反擊的動作 伊朗一改過去克制的立場 現在已經為最壞的局面 全面來準備 那就是以色列的猛烈報復 最艱難的時刻 已經要到來了嗎 事實上中東的 這樣的一個局勢的緊張 我跟你講 從各個的小動作裡面 你會發現到好像戰爭 真的一觸即發 現在伊朗的民航組織居然宣布 從當地時間6號開始 要用營運限制作為理由 取消國內機場的部分航班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覺得說 取消部分航班意思是還能飛 沒有告訴你 基本上它等同於是 機場要封閉 而且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 等於是我們現在在播出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生效 什麼原因要進空 這個機場附近的空運 因為過去認為說 可能在伊朗的這個 所謂的領空的部分 接下來也很有可能 要嘛就是被發動攻擊 不嘛就是他可能 自己要發動攻擊 所以現在看起來 伊朗確實把很多泰司 做得非常足 尤其像你像畫面上面 這種失之攻擊之外 伊朗現在也跟你做大外宣 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一個 伊朗居然用說 我告訴你 我的彈道飛彈是發射 而且你現在看到 這不是電腦特效 他們居然發射無人機 用無人機在空中 對準他們這個所謂的 陣地的部分 同步這樣飛彈都發射出去 這個是無人機的一個視角 拍攝出來的 伊朗飛彈發射的畫面 而且它的無人機 基本上你看它定位 就定在那個地方 沒錯 所以它那是特地去鎖定 而且就拍給你看說 我告訴你 我萬彈齊發的畫面就是這樣 而且現在也被發現到說 像伊朗 它這一次看起來 攻擊的這個對象 應該是在這個所謂的以色列 對不對 可是伊朗跟以色列 基本上不是在邊界跟邊界 交界的國家 它不是上千公里遠嗎 它中間還隔了約旦 沙烏地 阿拉伯 敘利亞 這些國家對不對 結果現在他們發現到 很有可能他們是用到 就流星三型的這個彈道飛彈 這個彈道飛彈是屬於中程的彈道飛彈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它是屬於液態燃料式的 所以代表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液態燃料式 它又採取所謂的公路機動式 也就是我要發射的之前 我才把這個所謂的 液態燃料灌進去 那它可以打多遠 可以遠到打得到以色列嗎 它現在號稱是說它的射程 大概是在2000公里左右 那打得到 對啊 所以如果它今天要跨國的 這個來進行攻擊的時候 看起來最有可能就是使用 所謂的流星三型 好 人據我問你 在上個禮拜之前我們看到了 以色列在K哈馬斯 以色列在K印度的時候 伊朗相對克制 為什麼它突然一氣之間 拉高了對戰的態勢呢 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家會發現到說 伊朗之所以把這個態勢拉高 很有可能是一些 它所謂的實質的領導人 在這一次這個被襲擊 或幹嘛之下 有可能陸續都喪命了 現在傳出來講說 伊朗的指揮官很有可能 死在黎巴嫩的轟炸事件當中 這個是他的所謂的革命衛隊的 經濟一個叫做 聖承旅的指揮官 卡阿尼 傳出來講說很有可能 以色列當時在空襲黎巴嫩的時候 這個卡阿尼就已經 這個所謂的空襲身亡了 你的意思是說 就上禮拜的事情 2000磅的專地彈的夯下去 斬首了真主黨的領袖 同時也斬首了聖承旅的指揮官 而且這個指揮官 據傳當時是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真主黨的接班人薩菲丁 他們這就是在這個所謂的 地下總部這個地方 進行秘密會議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亡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證實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以色列方面現在傳出 還不斷的用無人機在攻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真正深入到地下那個地方去看說 到底這個死傷狀況有多少 我問你 以色列的死亡筆記本 如果鎖定了這個聖承旅的指揮官 卡哈尼卡哈尼 他很重要嗎 他當然非常重要 因為他是蘇雷曼尼的繼任者 你知道嗎 蘇雷曼尼 是啊 而且你想想看 他們這被稱之為叫做 精略部隊叫做聖承旅 是 就代表是他們其實手段 也是非常非常的兇殘 你知道嗎 所以接下來對於這個以色列來講 他之前所謂 一開始說用什麼BB call呼叫器 然後再來就跟你講說什麼 無線電 現在跟你大規模的 進行所謂的空襲跟轟炸 對於伊朗來講 如果他這些所謂的繼任者 真的都是這樣一個一個 就遇襲身亡的話 伊朗有沒有可能 真正就發動更強烈的攻擊 所以他對付 伊朗跟先前對付 珍珠黨一樣 我不但斬首你現任的指揮官 連可能存在的繼任者 我一個一個一個 我都要收拾 所以現在大家在觀看 就是以色列 如果你今天要把戰事擴大 或者是你一次 就把它斬草除根的話 美國的態度就很重要 你知道之前 像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被問到說 以色列在這個攻擊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攻擊這所謂的核子設施 拜登基本上他的態度 都是什麼你知道 他都是不贊成 因為他比較希望就是說 以色列跟這個所謂的伊朗 或以色列跟尼巴內這些 他應該要有一個核談 要有核談的空間對不對 可是現在在選總統的 另外一個人叫做川普 川普他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就抱持不同的意見 他直接講說 拜登那個回答是錯的 為什麼 他說以色列本來就應該攻擊 伊朗的核子設施 他說你伊朗之前也不斷的 用飛彈去打這個以色列 但以色列也是受到這個損傷的 所以他說什麼 他說直接攻擊他這個核子設施 他說我覺得 我的答案是你們所想的 你嫌事情鬧得不夠大嗎 而且大家會講說 你如果去打他這個核子設施 會不會把戰爭變得更為擴大 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你知道嗎 川普居然什麼 他果然是川普 他說先打 打了以後再去擔心其他的事情 那我問你 如果以色列真的展開了 最猛烈手段的報復 他會怎麼做呢 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說 伊朗在做大外宣對不對 我跟你講以色列在最近 也很奇怪 你知道嗎 他的這個所謂的摩薩德 發布了一篇旅遊指南 那我們講以色列的摩薩德 他要發布旅遊指南 旅遊跟你摩薩德什麼事 而且再來就是旅遊指南 要嘛就是旅遊以色列對不對 沒有 他居然公布了 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電廠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電廠它居然是伊朗的電廠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摩薩德你的旅遊指南 去公布伊朗 而且很特別是什麼你知道 他用這個空拍的部分 把整個伊朗的這個所謂的 那個最大的循環發電廠的影像 跟附近的景色全部拍給你看 代表什麼 你在周邊的資訊我都有 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是不是有點預告了 如果我要猛烈回擊的話 我第一個就打這個電廠呢 事實上這個電廠 它的發電功率將近3萬千瓦你知道 目前也是德黑蘭用電的 最關鍵的一個電廠 所以它現在表面上 跟你發布旅遊指南 到你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它直接告訴你說 你這個電廠其實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你知道 我如果今天要攻擊你 很有可能 我是勢在必得 打電廠同時也要打油廠 打這個練油廠 那個是它經濟命脈 什麼打蛇打七寸 油廠就是伊朗的七寸 如果今天真的要斷掉一個國家 最大的後援 經濟力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一次摧毀掉 我跟你講 基本上很難持久你知道 所以現在傳出來講說 其實以伊朗來講 它最重要的外匯的 這個所謂的來源 其實來自於石油 那現在的傳出來講說 很有可能伊朗 對 以色列 會針對這個哈格島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產生攻擊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伊朗的石油出口設施 幾乎其中在這個 所謂的波安北部 其中最大的地區 就是在哈格島這個地方 有90%的伊朗原油 都是從這裡出發 所以這裡都有非常多的油庫 但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這邊被攻擊的時候 現在國際已經開始在預判 就是如果你今天OPEC的這些國家 沒有增加生產的話 很有可能 這個地方一被攻擊的時候 全球的油價一桶 可能會上漲20美金左右 這一上來之後 對於全球的波檔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 最近的伊朗 在更早之前爭主黨 然後再來哈馬斯 南方還有一個夜門組織 以色列你到底要幾方開戰 你要把這些地方 通通加薩化嗎 所以現在要不要和談 老師講 你以色列要有想法 伊朗也要有想法 甚至你剛剛所提到的 其他幾個周邊國家 他們都必須要有共同的看法 才有辦法往下走下一步 沒錯 但問題是以色列的國防部長 居然去警告伊朗說 我跟你講 我不管你的想法是什麼 他說你只要小心你的下場 可能會變成加薩或黎巴嫩 那這代表就是說 你伊朗很有可能 接下來換我以色列要針對你 這個第一個來自於是 美國官員現在已經表示說 哈馬斯的領袖叫做星兒 他以前大家一直在 希望能夠遊說就是說 你以他的這個戰爭 大家能夠有和談的這個機會 但是現在講說這個星兒 自己本身的看法 日趨悲觀 而且對於大家原先希望推動 所謂的停火協議 現在開始已經這個進行否決了 為什麼 有一個說法是說星兒 他自己覺得很有可能 你這個戰爭再繼續打下去 我有一天也會死在戰場上 所以如果今天 我遲早都要死的狀態之下 我乾脆去攻擊以色列 把以色列陷入到 規模更大的區域戰爭裡面 那讓你以色列父輩受敵 在他打一打一頭 搞不好我也可以化解危機 那我問你 所以從以色列的角度 你這個哈馬斯的領導人星婉 你如此的口出狂言 他第一個死亡筆記本 就應該對他展開斬首行動 所以外界也認為說 你這個所謂的以色列 很有可能不會被你這個 所恫嚇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他的情報組織 跟他這幾天所展現的決心 就是我不退讓你知道 這裡面比較特別 就是說你剛剛所提到 這個像星婉這個 現在有卡達的官員說 這也很奇怪你知道 因為星婉從這個八月份之後 到現在為止 幾乎沒有公開露面的 這個是非常極少數 在當時公開露面的一個畫面 而且傳出來講說 因為之前以色列不是很厲害 用什麼BB扣 用那個什麼無線電 然後就給你轟炸對不對 就炸死你這樣 現在傳出來 他已經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星婉對外溝通只使用紙跟筆 用血的你知道 用血的就沒有電波洩漏的 這個問題 而且你知道嗎 說他雖然已經沒有公開露面 但是他到底人在哪裡 現在也不知道 有個說法是說 星婉很有可能已經被殺了你知道 可是你又沒有證據 結果也有訊息講出來講說 這個星婉很有可能幹嘛你知道 因為之前 這個所謂哈馬斯有抓了一些人質 對於這個美國或其他國家來講 人質的安全最重要 所以星婉很有可能跟其他的人質 這些綁在一起你知道 你要殺我是不是 那你連你的人質一起殺 你再給我鑽地看看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 因為這個訊息一定是什麼 刻意被放出來 也就是說美國 你知道美國 如果他今天要進行這個 所謂的轟炸攻擊的時候 他一定要確保 你說周邊這個無辜人員 要減少到最低的死傷的狀態之下 但是所以這個訊息一出來的時候 感覺上其實星婉也做足了準備 好 觀眾朋友 當我們再看到了越來越危急高張的 中東局勢 真正牽動全球經濟的 還不是剛剛看到的地道站 而是這個地方 夜門 胡塞組織 如何變成了全球經濟發展 最大的一個衛爆彈 過去我們看到 這個胡塞組織來講 大家都常常提到 但問題是夜門在最近 居然被人家攻擊 就像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看起來都是用 所謂的戰斧飛彈來進行攻擊 這是美軍的 這個喬治亞號的這個潛艦 居然攻擊了大概 15個胡塞武裝組織的 這樣一個目標你知道 而且當時美國就已經直接講說 我打擊的目標是要 進攻性的軍事能力的地點 然後我把你給摧毀掉 斷你手腳 讓你這個胡塞組織 沒有辦法再繼續走 因為這一次出動 所謂的喬治亞號的這個潛艦 它本身可以攜帶 150枚的戰斧巡迷飛彈 你還記得 滅國神器 美國當時在攻擊的時候 是戰斧就一直飛飛飛 就這樣一直打 而且以目前來講 夜門有多少能夠攔截的能力 現在看起來 它這一次你剛畫面上面看到 這樣不斷的 全沒打到 對啊 所以看起來是 美國也希望用它的武力 實質去恫嚇所謂的胡塞組織 所以美國為什麼花這麼大力道 會去斷胡塞組織的手腳 因為它變成了海上油援運輸 最大的一個威脅了 過去我們看到這些 所謂的胡塞武裝組織 其實很久一段時間 沒有發動攻擊 但是他們也會看說 當局勢很亂的時候 我就趁你亂要你命 在這一段時間 胡塞組織居然去襲擊 所謂紅海上面航行的船隻 而且它攻擊的居然是 外國船籍的他也給你炸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他居然去炸英國的郵輪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他使用了 所謂的彈道飛彈 還有巡航飛彈 無人機跟無人艇 去攻擊這些所謂的郵輪 完全已經不講武德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說我不是無差別的攻擊 你不要這樣污蔑我們 他們居然去鎖定就是說 我之所以打你這個船隻 是因為你這個船隻 所屬的航運公司 你之前曾經把你的船 放在以色列的港口這裡停泊 你因為你在那裡停泊 所以他直接懷疑你說 你跟以色列是有貨變 你知道他居然發信 去講說怎麼樣 他說你們被我攻擊的這個公司 你們自己要去承擔這些責任 所以你們以後這些東西 都要禁止去停泊所謂的 以色列的港口 不然的話怎樣你知道 你整家公司的船隊都會面臨 被我制裁的命運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以色列一國要對上 東西南北四面八方的伊朗聯盟 美國身為以色列背後的靠山 強力的後盾 你不可能不費吹灰之力 美國用盡多大的力氣 一樣幫忙在抵擋以色列聯盟呢 以色列的底氣最大 還是來自於美國 所以你現在看得到的是 像伊朗什麼 如果要攻擊以色列的時候 美國一定要給予他很多的援助 你看在這一次裡面 美國去攔截伊朗的飛彈 現在傳出來講說 他總共使用超過10枚的 標準三型的這個飛彈 但問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以美國現在來講 因為他也有國防預算的問題 還有他生產量的狀況 他一年大概只能生產 15枚的標山 一年15枚 所以他這次為了攔截伊朗的飛彈 一次用掉他一年的這個生產量 你知道嗎 接下來就要看了 拜登在任內的這最後一段時間 究竟要採取什麼樣力挺的態度 而且程度到什麼地方 就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今天投資人都在討論鴻海股價 真的是未眼先轟動啊 為什麼 鴻海科技日明天登場 確定明天會是一場 鴻海AI造車的軍火庫展示大會 除了續航700公里以上的 增程型M7 還有SU入門款 還有多人小巴電動車 而都將守住亮相 鴻海打造台版特斯拉 氣勢搶搶棍 隨著第三季的營收 刷出了歷史新靠 剛剛說了 股價氣勢無紅 但今天 視聚帶我們來看到 鴻海的底氣何在 挑戰又在哪裡 對沒錯 明天的鴻海的科技日裡面來說 會有非常多的這個車子展示 也就暗示著這個鴻海 往這個所謂電動車發展的決心 好那當然了 這個未來的電動車發展 將持它股價能不能夠往200塊 或是往更高價格 去看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過我們來看 為什麼鴻海有這個底氣 因為事實上 我們目前的這個 國內的車市已經出現了變化 這個變化在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電車起 然後油車降的一個趨勢 好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今年2024的前三季的 台灣的這個銷售排行榜裡面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 哇 Toyota又是這個餐點的非常多 你看第一名的Toyota Corolla Cross 然後Toyota RAV4 然後Yaris 還有包括Corolla Altis 你看這四款車來說的話 已經在前十名有四個 車子就是Toyota車子 所以Toyota當然 他對車市怎麼看來說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車市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指標 然後總經理就說 蘇存經理就說 今年第四季感覺銷售還順順的 所以OK 他說今年全台灣的這個車市規模 大概是45萬左右的一個狀況 好 45萬左右的狀況來說的話 照理說是不錯啊 可是問題是 你看他說話是一套 但是我們看他怎麼說 如果照理說 你在國內都賣得那麼好 那你為什麼接下來的新車裡面來說話 或是很多車款 馬上就進行一個降價 你看 核泰的神車Corolla Cross 他改款之後 馬上就降價6到9% 好那怎麼說呢 入門款從85.9萬降到79.9萬 照理說 如果你說全幾名 那神車我幹嘛要降價 所以顯見他賣這個車 他覺得有一點點的壓力存在嘛 好那裡面來說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油店的這個期間來說的話 降了4.1萬 但是其實他又增加值了11萬的配備 對 所以其實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是便宜了15萬左右 但是降了10幾% 油店豪華的時候降了7.6萬 但是他還給你的7萬的配備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其實降價的幅度 比我們想像中 都還要更大的一個情形 好 師兄我問你 你是龍頭 你帶頭降價 你就不覺得空氣中有一種 奇怪的問號滿天嗎 對 他在哪裡 他在這個地方 他是霸榜的冠軍榜首 22,308輛 我都已經霸榜榜首 我幹嘛要降價求售呢 對 因為市場在結構出現變化 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這個電動車期 然後這個所謂油電混合 或是說這樣 這個所謂一般的油車 在降的一個狀況 是 市場不是只有TOYOTA 這個感覺到這個壓力 連福特也是一樣 福特的CUGA剛好小改款 結果他開出來的價格 也比市場預期要低 為什麼 他開出來是91.9萬 起的這個限時優惠價 那比過去來說 各個車款來說 你可以看到 原本93.9 然後降到91萬多 然後原本109 降到99 所以大概都降了 大概6.8萬 6到8萬左右 好 那不是只有降價 我就講現在國內的車子 油車都是先給你降價之外 然後他還說 他可以加值 他加了什麼呢 他加了這個Pixel AI的預測型的 這個動態照明設備 就是 他的這個照明是有AI 這個人工的 人工智慧的一個狀況 是 另外他還支援了所謂ACC 我們在ACC就自動跟車系統 自動跟車一般都是在直線 他說我還支持彎道 彎道都還可以跟車 所以他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國內的 這個包括TOYOTA 或是福特都下了重本 重本是什麼呢 他們當然認為說 雖然是順順的第四季 但是對於這個一般的油車來說 不是那麼好的一個季度啊 龍頭帶頭下殺 背後證明一件事情 是不是另一個結構在消掌 我們先講油車跟油車的結構 本土車利首江山 可是要面臨進口車的扣關 現在的壓力有多大 對沒錯 先講到重點 就是油車在墜落之中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進口的油車也非常多 包括說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今年的這個 1到10月裡面來說 1到9月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大部分的車廠 其實都是衰退 但是你可以看到 賓士是成長了40% 然後BMW成長了8.7% 然後馬自打成長了3.7% 也就是說其實這樣 進口車表現是不錯 那也就前三季來說的話 總掛牌數是年減1.6 但是進口車的成長 其實比這個國產車要好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很多人可能認為說 我去買房 那排擠了某些程度的狀況 那因為這樣的情形來說 我們就講 那國產 就是我們國產車在降價 一樣這樣的狀況 沒有 現在連進口車都在降價 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蘇巴路 蘇巴路來說 它跟Toyota關係非常好 可是你看到最近一段時間 這Forest也是國內賣得非常好的 它就降價了10萬 它最低的入手價是108.8萬 那另外RWX 這是它的另外一個車款 它原本售價是172 它給你降到149 150 對不對 然後事實上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還有Wagon的系列 從178 然後降到155 降價幅度都非常大 另外一個這個跨界的這個Crosstrait的 這個原售價是114.8到124.8 它降到百萬有早了 所以事實上連進口車都開始在降 所以事實上這個壓力 事實上是非常大 那不是說只有蘇巴路 連你上也是一樣 你上的這個Altima來說話 原售價是13909 它現在給你10月說 我給你限時優惠 那只要199.9 所以那都降了20萬以上的這個價格 好 事實上我問你 年度在銷售在賣車在買車 有一個所謂的年次轉換 特別到了第四季 越到了年底 車廠促銷的力道會越來越猛烈 當然 一樣發生在今年 當然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如果你今年年底買的話 事實上你這個年度就比較短 所以它給你降價 我給你 當然給你一點好處 但是問題是 它降價幅度比往年都還要更多 這就是不一樣的這個訊息 是 好 那除了我們講到了這個 蘇巴路跟你上之外 你就講嘛 油車在下滑 然後電動車在崛起 我們可以講今年來說的話 以整個電動車的市場來說 全台灣前9月累積掛牌量是 28,560輛 比去年 現在已經超越去年了 去1到9月就超越去年 去年是24,778輛 所以就是說 前三季賣營去年一整年 那今年賭定會不錯嘛 那目前為止市場的預估是說 應該破3萬沒問題 那甚至有挑戰4萬輛的這個大關 因為事實上電動車現在也會促銷 那尤其是目前為止我們看了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電動車占整體測試的規模比例 來到6% 那今年有可能會來到10%以上 可能來到11%或是12%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我們就跟他講 你一個產品來說 市場率突破10%之後 就已經期待某些程度的替代效果 所以我就覺得油車 未來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也因為油車是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回到剛才俊鄉一開始講的 今天大家都在看紅海 為什麼紅海明天就要這個科技日啊 對不對 大家就覺得說 哇紅海明天應該有非常多的 這個新技術要展開 的確沒錯 這一次來說的話 它會有一個Model U的這個架構 Model U來說的話 大家直接來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它這其實是一種 所謂的電 這個多人的這個電動小巴的 這樣一個概念 那裡面來說的話 它後門是一個對開的這個後門 然後另外一個是挑高的這個車頂 然後長軸距的這個設計 這個一般來說的話 只有電動車才能夠設計成這個樣子 那一般的這個能 這個所謂油車是很難設計成這個樣子的 好那它這個呢 它這其實跟這個9月呢 它同海跟這個他們旗下的夏普 在東京發表了另外一款 全新電動車的這個相信座車 LDK Plus 是非常類似 那其實你從這一台車 你大概可以約莫可以看出來 明天的這個Model U的 大概是怎樣的一個車 那說實際上 事實上它現在也從小車 往這個箱形車去供 然後未來它有巴士 所以整個讓它的產品線 越來越完整 那這就是未來 鴻海可能在電動車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 它要把產品線完整 它要做台灣的特斯拉 哇 台灣的特斯拉 好狂啊 但不管怎麼樣 今天股價已經率先反映了 我們講到 在6月的這個電腦大展當中 鴻海突破了200點 郭董的退休天險 一度下修 隨著這個華人去賣股票 一路賣下去 現在二度上空 現在又點火了 對 沒錯 實際上這個鴻海的 郭泰銘董事長的 退休價格已經到了 所以現在是怎樣 現在變成是 這個劉洋偉的新高的挑戰 為什麼這樣講呢 甚至今天的鴻海來說 一度開盤一度來到199 已經又快要到200塊 雖然他最後收盤是197.5 但是看起來的話 200應該看起來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另外呢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說 鴻海現在不是只有蘋果 以前他跟蘋果是連結非常深 那現在變成是台灣特斯拉 所以很多網友就說 這股價應該可以上看到 300塊以上的 好 那為什麼說 鴻海還有機會往上公呢 實際上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剛好公佈了9月的營收 那9月營收非常好 33.7年月增率 然後年增率是10.9 然後創了歷史同期的次高 他這個也是歷史的次高紀錄 只比去年的這個最高 10月還要低而已 所以他成長是非常非常強的一個狀況 然後前三季的這個 第三季的營收是1.85兆 濟增19.5 然後年增20.1 然後也是創同期新高 那前9月的營收也是年增 跟月增的一個 年增的一個情形 所以看起來的話 實際上 鴻海已經開始步入什麼 一個爆發期 你試想 蘋果的手機 雖然賣的不是很好 但是也有一定的這個cord 再加上說接下來的車子一直發一直發 他營收當然會有往上衝啊 所以我才說 他未來的業績 真的就要看 他的電動車到底能夠走得多遠 走得多久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鴻海的底氣 但剛剛提到了挑戰在哪裡 9月份的前9個月的銷售 非常迅猛 可是高跟猛進的同時 也存在著這樣的挑戰 當然沒錯 我們看事實上電動車 大家會擔心什麼 里程焦慮 好 那為什麼有里程焦慮 我們他最近有非常多 你看這個網路上 或是說在媒體有非常多報導 對不對 這幾天的時候就有一個 這個宜蘭的這個新月廣場 有人去玩嘛 對不對 然後就想說 那我有一台特斯 它那個地方 就不像你看 他佔了一個車位 結果他的線原本 應該是他車位的這個 就不像他拿了別人車位的充電器來 充電裝來 所以等於是一台車 他佔了兩個這個充電位置 大家說你搞什麼啊 對不對 那大家就說你很沒有公德心 當然就是變成是大家在一直 很多充電糾紛 那除了這個 新月廣場的充電糾紛之外 今年七月不是又發生另外一件嗎 在這個國道的清水服務區的 有一個料性男子 就說我要充電 我搞不好說我要充電 結果沒想到他就把別人的車弄走 然後就還罵這個一個女性車主 然後還被你看兩個在罵 火氣這麼大 對 因為他真的要充電嘛 改成去載了 結果沒想到他這樣 就吃上官司 好 那我們講這兩個 一個新月廣場 一個清水這個休息站的原因 是什麼地方呢 因為我們講清水服務區 事實上是我們國內 數一數二大的這個服務區 而且他的營收規模都非常好 那他事實上已經是 有非常多的車位了 他的小型車一共有709個位置 但是你要配 因為現在電動車的比例越來越高嘛 但沒想到他充電車格 就只有六個 六個來說 這個比例也太低了 對 除一除來說的話 十個不到一個 好 那我們就講 這讓台灣今年的電動車 這個銷售成長率來說 高達10.44% 對不對 遠勝一般車輛的0.98% 而且我們說 市站率已經突破10% 11%到12% 未來可能會再往上衝 搞不好假以時日 搞不好明後年 我們可以看到20%以上 20%以上就是5台車 有一台車是電動車 可是問題是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目前為止 每40 輛車才有一個充電樁 雖然說政府一直鼓勵說 你趕快去 趕快去 問題是大家還是不願意裝嘛 對不對 你可能在家裡面裝也不容易 在外面裝也不容易 好 那我們就講 以美國的這個標準來看 美國為什麼電動車 能夠賣那麼好 中國電動車為什麼賣那麼好 他們的標準是 大概10台車 10台電動車 就要配一個電動裝在那個地方 所以 等於台灣的這個充電裝是非常少 那你這麼少的這個狀況之下 大家怎麼敢買 我隨時出去的時候 難道我要常常跟人家在那邊搶 然後常常這樣 可能會引起糾紛嗎 所以才說 現在看起來的話 制約台灣電動車發展的 或許最重要就是在於 充電樁 還有充電的這個位置 恐怕不夠的一個情形 洪海要成為台灣的特斯拉 而本尊特斯拉的創辦人 我們來看到馬斯克 馬斯克才傳出眾資贊助川普 馬斯克獻出了政治舞台 站台的處女秀 川普在前面講 馬斯克在後面嗨舞力挺 又是出錢又是出力 但是當心 川普的一個小動作 可能馬斯克你要知道 你壓錯邊了 或許他真急了 熱賣的入門款 Model 3傳出停產的消息 就連被他視為搶救營運的 救星Cybertruck 上市短短一年 已經五度召回了 小摩已經預告了 特斯拉高成長神話會在今年幻滅 股價恐怕要面臨腰斬的危機 瓦中博 馬斯克這一下重壓川普 會不會真的陪了夫人 又決兵呢 台美的電動車兩樣情 剛剛主持人提到我們的鴻海呢 可能會成為台灣的特斯拉 可是呢 駕槓正宗的美國特斯拉 現在卻遇到了馬斯克 有沒有可能選錯邊 壓錯寶 好 怎麼說壓寶呢 你看他在肇事的這個站台上面 又唱又跳的 他不斷的喊著Fight Fight知道就是之前川普 他在被刺殺的時候 不是很勇敢 Fight 而且學他手勢 學他的這個講話 他現在可以說是鑽石斷碗挺到底 他竟然直接講民主黨的拜登 飛機登機口的樓梯都爬不上去 我們當然是要那個 有沒有很有概念的 這個能夠喊Fight 被槍下都不怕的這個 美國總統未來候選人川普 好啦 該說出錢又出力 有人現在暗示你剛剛所說的 說馬斯克 兄弟啊 你小心啊 你可能會吐死狗蓬啊 什麼意思呢 你現在替他捐錢捐人 又捐利的 這個人呢 就是烏鴉嘴的誰啊 富豪投資人庫班 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小牛隊的老闆 現在改名叫獨行俠老闆 NBA的 他說 馬斯克 你這麼挺他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以為你現在這樣子的給他 將來川普真的當選的話 他會對你投桃報李嗎 你曉不曉得川普在你馬斯克面前 是人前人後啊 所以他講啊 他說川普這個人是最自私的 他只忠於自己 未必會兌現 對你的政治或政策承諾 好 那庫班只是淡淡的講過去 那真正他的言下之意 就是我剛才講的 川普在你馬斯克面前 其實是演的啦 人前人後有證據 大家來看齁 我們要把這個片段抓出來 8月 川普曾經在一個 對外的這個演講的時候 對於電動車的看法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你要知道齁 你川普今天如果真的跟馬斯克 站在同一陣線 你支持電動車 那你就是拋棄了其他全美國汽油車 或就是非電動車的這些工人工會咯 這些產業選票你都不要啦 川普哪有那麼笨 我怎麼可能不要那些票 那些票絕對比你馬斯克電動車票還要多 所以他就對著下面的人 他就開始 馬斯克當時不是在現場 他就講啦 他就說 那個其實我支持電動車 是我別無選擇 別無選擇啊 然後他還講 他說你們放心 我支持電動車 那只是汽車產業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啦 這不就是了嗎 就就是說 川普要的是你馬斯克的COCO 你還以為他真的會大力去協助你發展電動車 好讓你特斯拉續命嗎 特斯拉怎麼會淪落到生死關頭的續命呢 來 我們看到馬斯克是不是真的急了 為什麼小魔會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預測說 他的高成長的順風順水2024就要終結了 就在今年大家會看得到 甚至說出了 特斯拉的股價即將面臨雪崩式的腰斬危機 到底是不是我眼聳聽啊 你馬斯克在那裡蹦蹦跳跳 對啦 你最近曝光度很高 那股票 股價不是看你曝光度高不高 終究還是要回到基本面嘛 你去看啊 你分析師之所以會唱衰他 是因為我們就拿這一次特斯拉Q3的成績 Q3他的交車失去交到46.3萬輛行車 年增 那很棒啊 結果他隔天股價竟然跌6% 你知道分析師看到什麼嗎 通過於求 結果分析師發現他第三季總共生產了46.9萬輛 可是你只賣了46.3萬輛 一算還差6千輛沒賣 6-7千輛沒賣出去 你怎麼會功過於求呢 你年增又怎樣 賣得好又怎樣 第二個我說你Q1 Q2賣太爛 因為終究到了年底 你還是要求後算帳嘛 你到年底去年你一年賣多少輛 你賣了181萬輛 那我現在把Q1 Q2賣得很爛 加Q3賣得還不錯 加起來賣了129萬輛 觀眾朋友幫我減一下 1819 129 你第四季你要賣幾輛 52萬輛 52萬輛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因為你看那表格 它沒有一根柱子是高於50萬的 我就歷史數據 你就沒有賣超過50萬嘛 第二個呢 小某直接講 某人當中他說 你的股價會從現在的250塊上下 跌到130塊美金上下 目標價 調降調降大調降 跳樓大拍賣甩賣 這修正幅度高達46%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我剛說你功過於求嘛 然後第二個你現在毛利率 獲利率下降嘛 然後第三個 他現在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不知道馬斯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何 你看齁 你知道現在傳出Model 3後驅 其實Model 3就是特斯拉裡面的主力之一 轎車版嘛 然後後驅版又是陽春入門的 就你現在他傳出要停止接單 就是暫時停售 你為什麼不賣啦 不是他不想賣的 是美國政府現在 他祭出了很多打電動車 中國電動車的政策嘛 你看齁 在這個Model 3後驅版 他用的電池是 它磷酸鐵離電池 這磷酸鐵離電池 結果一拆解是中國做的 我現在抵制你中國電動車 不是你整車我百百關稅而已 是你只要用到中國電動車的零件 我也都要可關稅 那你這樣不就拿不到美國政府的補助了 OK 好 因為拜登現在對電動車還算友善嘛 有補助又有這個 高關稅 好吧 那我就把這款車拿掉 我不賣了可以吧 不行啊 老兄 你不賣 你在你 就剛剛說你第三季 短暫彈花一現的美好數據 46.2萬輛的這個季度 你Model 3 Model 1 這兩款車就佔了近你44萬輛 46.2萬輛有44萬輛 是Model 3跟Model 1 然後你跟人家說我Model 3不賣 我就說 你因為這樣不賣 犧牲10萬輛好了 你還跟我說你Q4要52萬輛 吃人說夢吧 好 那 馬斯克還做了一件事也很怪 我只說怪 我不說他笨 是因為他笨不像嗎 他這些舉動都很怪 來 大家還記得前陣子台灣的Costco 不是要賣特斯拉 媽媽都3 媽媽都歪 馬斯克不是很不爽震怒嗎 而且他還那時候說會給消費者很多的優惠 對 坦白講欸 在台灣光是Costco會員大概400萬欸 你幫觀眾朋友說一下 你就算只賣1%出去好不好 就是有4萬人交車欸 那如果好一點2%就8萬人欸 對 但馬斯克這個人就是知識甚高 他覺得不能啦 你這樣拉 low了我的車啊 我在那邊賣 然後還那麼多特價 所以呢 他就說不要 你笨嗎 這個我就覺得笨了 台灣400萬的會員 我先不算了 全球1億多會員欸 全美國2000多萬位會員欸 你都抓1%欸 美國交車量20萬 你Q4馬上爆棚交車 那全世界那就更不用說了 你馬上 我看這個小毛給你道歉了 結果呢 他還做第三件事也是怪 你知道Costco不是跟他說不要嗎 對不對 他說不要嘛對不對 就有一個汽車廠牌也做電動車了 就是我們講通用 他有一款車 霍卡 美國最愛皮卡 Harmer EV 不好意思Costco 我要 他不要 我要 好 結果呢 你看喔 現在寄出什麼 這款Harmer EV 會員可以獲1000美金的折扣 就是3萬多塊台幣 然後呢 他這台車又會跑 又會馬爾不需要吃太多草 他1000匹馬力 他560公里的續航力 然後0到100不到3秒 你馬斯克怎麼了 你到嘴邊的肥肉裡拱手讓人 煮熟的鴨子 還是Costco幫你煮的 你不要 好 結果呢 你要什麼 你要Cybertrunk 你的Cybertrunk 近一年上市 你要這台 你一直行銷這台 你這台5度召回 我乾脆看你直接行銷 你這車一直故障好了 他說他的後視鏡 攝影機影像延遲6.8秒 還得了啊 我看到後面有一台車 太要逼近了 我踩煞車 6到8秒前 他已經逼近了啊 最後結論 我想講什麼 我想講你馬斯克 你又壓Cybertrunk 壓了這麼多年 你又壓Costco 我不想跟你合作 我自視甚高 然後你又壓說這個電動車 我川普將來會支持我 我覺得你這樣子 所有的壓寶 到時候如果是一步錯 你可能會步步錯啊 10月份的工業用電 準備調漲之前 明天即將公布的是 9月份的物價指數年增率 而且毫無意外的 將連續第5個月 維持在2%之上 現在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包含了台鐵 高鐵這雙鐵 都準備再漲電價 台鐵第一次漲價 不是被打回票嗎 現在新電價的版本 要年增2億的電費 他恐怕受不了 怎麼辦 要再提漲電價 二度闖關 高鐵也要重新計算 漲價的幅度 估計也會比上一次的版本 要來得更高 罕見一次漲兩次 還要2千億補貼的台電 經濟部長郭智輝 不是才說 希望立院 諸功能高台貴手 通過補貼 那麼就不漲電價 可是現在兩邊都要 然後部長跟大家說 就是兩碼子式 觀眾朋友 你能接受嗎 好 抱歉的觀眾 所有的民眾可能覺得說 這次漲電價 可能跟自己 也沒有最直接的關係 甚至因為這次漲的是 工業用電 最高14% 那感覺上 民生用電動漲 好像影響不大 但問題來了 現在新的漲電價上路 就10月16日上路之後 首當其中是誰 台鐵現在跳出來說 他們也要漲價 你知道嗎 票價要調漲 因為他們說 如果這波電價調漲之後 他們成本會增加2到3億元 所以可能接下來 台鐵的票價 也有可能會蠢蠢欲動 基本上就往這方向走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台鐵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們原本就有評估 要漲這個票價 原本評估是36%到45%之間 可是像電價的成本一加上去之後 會不會再堆疊上去 大家現在可能 未來台鐵搭高鐵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票價怎麼貴了 好 那現在問題來 大家都希望說台鐵不要漲價 那經濟部有聽到這句話 經濟部說 那不管這樣子好了 未來再評估說 能不能來編預算 大家又聽到編預算 當然是心有意見的 編預算不是又拿我們人民的錢 來編預算嗎 他說好 那除了編預算之外呢 或許可以讓這個價格動漲 另一個方面就是 減免一些優惠 可是不管怎麼做 受到影響的都還是我們民眾 不管是編預算 是我們人民的最錢 那如果是減免的話 勢必有一群人 也會受到最直接的衝擊 所以不管漲不漲 基本上都會受到衝擊 然後再來高鐵 大家只想說高鐵 我現在從台北到高雄 1500塊差不多 可是接下來可能要到1700塊 這個是之前的版本 1490漲到1720 這個是之前高鐵 所謂的之前就這兩個禮拜 他們才好不容易 檢討出這個方案 可是啊可是 10月的工業用電如果漲上去 因為都是大戶啊 沒錯 一樣墊高它的營運成本 會不會重新檢討 提出一個比這個漲更多的漲價方案呢 所以我剛剛說 有可能在這個價錢 再堆疊上去 再堆疊成本上去 所以票價勢必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大家說好 這波都漲的是工業用電 跟民生用電比較沒直接關係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很多的餐廳業者也在蠢蠢欲動 他發現有這個調漲店家之後 發現有個明目可以漲了嘛 所以大家都跟著漲起來 那現在包括非常知名的 韓社艾美的探索廚房 大家也很愛去吃 他的自助餐Buffet 從11月下個月開始 每個禮拜五晚上 跟6日的這個用餐日 要從1890元 調漲到1990元 將近2000塊 哇你吃一餐要花2000塊來吃Buffet 很多人覺得很心動 可是業者也說 無奈啊 我們的營運成本在增加當中 所以他看出來 現在萬物起漲 Buffet也跟漲 那如果你說好 我吃不了Buffet沒關係 我吃一些星巴克的蛋糕可以吧 輕時 輕時 吃個下午茶 早餐買一點 可是抱歉 接下來你荷包可能要縮水 你看喔 包括牛肉 牛肉可頌 也要從85塊漲到95塊 起司蛋糕也要漲了20塊 從100到120塊 所以星巴克也漲價了嘛 可是問題是 大家萬物起漲價 各位觀眾我就問你一句話 你的薪水有漲嗎 非常有限啊 我們看2016年喔 其實在所有受僱勞工的這個 薪資佔比當中 最低工資的族群是佔18% 可是到了明年 是佔了23% 等於領最低工資的民眾 是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沒有減少 基本工資 最低工資雖然提高了 但是領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我們就回顧 過去8年喔 最低工資其實他就有漲幅了 他是漲了37 所以明年是到28000左右 可是你要看喔 我們整體勞工月薪喔 是從38000到4.5萬 他只有漲15%左右 他沒有比 這個最低工資漲的還多 這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領得越來越 靠近最低工資了嘛 這個族群是變多嘛 不是說今天 最低工資漲了37% 那我一般的民眾 我薪水也要加37% 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你再記錄通膨的話 最近通膨這幾年漲了非常多 等於實質薪資 年三年倒退 那更別說明天要發布這個CP 9月份的CPI 那我們現在預估可能也會破二 那如果破二的話 等於是連續五個月都超過了通膨警戒 這對民眾來說非常痛苦 痛苦就會有民怨 點燃這一股民怨之火的 當然就是我們講了10月份的工業用電 要平均調漲12.5% 觀眾朋友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部長當時怎麼去請託立院諸公 拜託你們高材貴手 如果補貼能過 我們可以不調漲 可是現在兩邊都要啊 這句話大家言由在耳 大家想說郭智輝不是8月的時候 還拜會立法院立法委員說 如果你們補貼過的話 接下來不漲電價 大家對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吧 可是沒想到 10月16號工業用電就要漲在即了 所以你看 為什麼現在經濟部 你一手可以拿補貼 一手可以漲電價 被大家指揮 而且是一年漲兩次 那現在還要爭取 今年跟明年兩年 共兩千億的補助 看到這個很多人下巴掉下來 我要漲電價 我還要給你補助兩千億 那這樣有道理嗎 可是經濟部他怎麼說 他說沒有啦 我們這是反應營運成本 那補助跟漲電價是兩碼子事情 他說我們是補過去的虧損 不是說我們現在的虧損的問題 大家想說 拜託這都是我們的錢 不管怎麼繳都是我們的錢 可是經濟部就賽出了資料 你看他過去這三年以來 其實已經 他的成本來 發電成本 這個電價成本是來到了 六千八百億 他說因為現在漲地 等於是我們要補掉 過去的六千八百億嘛 那問題是 大家很好奇說 那你政府補貼 到底是補貼給台電 還是補貼給全民 這大家打算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那像看起來 你把這些錢拿去補貼 給台電的比例 看起來是比較高 那民眾想說 為什麼我要花錢補貼台電 根本就在你能源錯誤的政策 所以導致這樣的虧損 那些還要拿我們的錢 拿去補貼台電 有道理嗎 當然沒道理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部長就八月 不要瞪的這麼用力 什麼叫做 立院如果同意補助 大概就是不會漲電價 錯錯錯 如果補助是考慮過去的貢業 因為動漲造成的虧損 那的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今年補貼 明年補貼 你年年都要補貼 把過去動漲的那個 全民貢業給我補滿 因為他們認為那不是台電的錯 而且幾乎看起來 就每年都想要補貼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 你這個洞補完了之後 明年還有另外一個洞出來 我們就看 我們看這張圖表就非常清楚 我們這三年以來 已經補了將近台電多少錢 五千億啊各位 五千億了 五千億啊 你看再加上那個 疫後的特別條例 五百億加起來 其實就五千億補給台電 但台電還說沒有啊 我們成本還是很高 所以你們要繼續補貼 那大家想說 那是不是你的能源的政策有問題 所以造成你台電繼續虧錢嘛 你看我們補貼了五千億之後呢 我們來比對一下 其他的預算怎麼花的 我們看光是製水這部分 這幾天不是台風天的關係 大家很關注製水嗎 對 明年度的製水預算 只有五百多億而已 可是你台電要拿五千多億 總共這幾年現在拿五千多億 說了過去嗎 完全說不過去 那問題來了 台電我剛剛講 能源政策的問題 就在你的發電成本上面 台電平均美度的成本 要3.6塊錢 我們挑最便宜的是什麼 核電 核電只要1.16塊 遠低於你平均的成本 但是你這個電不用 明年核三坦二號機就要廢除 3%的核電就完全就沒有了 沒有之後呢 你這個1.16塊等於就沒有了 這個成本就是在網上增交 可是大家想問 有便宜的電你不用 你偏偏要用最貴電 難怪你台電會一直虧損嗎 所以你講到的重點了 最追根究底的就是能源政策 好好的拿道理 拿邏輯 拿國際經驗來說服全民 如果說服得通 該補貼就補貼 該漲你就漲 可是偏偏沒有 現在用的都是網軍式的 無腦式的比喻 的洗腦 你也太低估 全民的智慧了吧 上禮拜不是山陀河台風嗎 風力非常強 17級陣風 後來就有人說 我去查一下台電的風力發電資料 王好偉就跑去查了 他說 這個風力發電創下記錄 清晨創下 280萬千瓦的記錄 哇 看起來風力發電非常強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當天是颱風天 你發的這篇文是想要帶什麼風向嗎 好像要說我們風力發電好棒棒 穿了好多電嗎 颱風好棒棒 對颱風好棒棒 可是錯了 我們有每天颱風嗎 不可能嗎 我們不可能期待颱風來 我們台灣傷害我們台灣 那問題來 那你風力發電這麼強 我就問當天的光電比例佔多少 就是零 基本上就是零 因為你颱風來你就沒辦法用光電嘛 你就沒辦法去逃啊 所以你不要亂在網路上亂帶風向 亂帶風向呢 只會自打嘴巴 那你就更別說了 山陀河颱風其實這次來台灣之後呢 南台灣地區或中部地區造成非常嚴重的災情 大家看畫面上知道 很多的光電板都被強風給催落 甚至直接折損 這個損失多少 目前政府還沒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數字 說這一次的山陀河颱風造成光電損失的這個金額或產值 大概多少 目前都還沒出去 可是你看出來 目前我們政府就是要往方向 往那個光電的方向來繼續發展 你看喔 這張表格就是我們光電開發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預計在 今年就要來到了13.6百萬千瓦 那據預計在2026年要來到23百萬千瓦 這有可能嗎 大家想一下這有可能嗎 你看光兩年有沒有要創造10百萬的百萬千瓦 這個大家覺得說 如果你創造不了出來的話 你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樣 弊案 弊案發生 再來地方政府也會過多的這些開發的壓力 那你現在中央有沒有明確的能源政策 能夠讓大家安心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話題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多謝 感谢观看